因为非常感谢我们的EBSCO和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的邀请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我们案例教学的新老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 实际上现在我们全国很多商学院的 在教学当中都会使用到案例 所以今天的话我也是抛砖引玉 结合我个人对案例教学的一些实现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大多数商学院的老师在刚刚开始案例教学的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 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那么首先的话 今天我们会可能从三个层面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感受 第一个是哈佛的案例教学法 也考虑到其实我们很多老师对哈佛案例教学法听说过 但是不一定可能真正的去接触过和实践过 所以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哈佛案例教学法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或者一个流程 对吧 那么大家知道呢 这个哈佛商学院是成立于1908年 10月份在哈佛成立 那么在刚开始成立哈佛商学院之初的话呢 其实哈佛商学院它所能够拥有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 那么当初的话呢 哈佛商学院只有15名老师 中间呢还包括了他们的院长 只有30名注册在籍的学生 还有47位呢 这个旁听生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学生也好 老师也好 他的资源其实并不是像今天这么样的丰厚 那同时的话呢 其实当时哈佛大学呢 也只给了哈佛商学院五年的时间 让他去证明在商学领域去开设这样的硕士 研究生教育是有必要的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 哈佛商学院它必须得探索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那为什么哈佛商学院会采用案例教学这种方法呢 根据我之前的一些资料啊 和这个阅读 其实有这样几个原因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案例教学法在哈佛它是有传统的 早在哈佛商学院之前呢 哈佛的医学院和哈佛的法学院 实际上呢 就开始运用这个案例教学的这样的方法 在法学院呢 更多的是用运用这个法律的判例 来在课堂上进行实践的讨论和研究 那么在医学院呢 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解剖课 是吧 那么每一个这个病例它都有不同 每个病例呢 都能够作为我们研判这个医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实力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呢 哈佛商学院借鉴了法学院和医学院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来开发相应的案例进行教学 但实际上它的探索的话呢 最开始也不是那么顺利 哈佛商学院的第一论院长呢 是叫做这个爱迪文盖一 那么它发现了传统的这个课堂讲授啊 不能够达到培养经理人管理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PPT上面我们给了一张图片 这个是在哈佛商学院的院室上啊 我找到了一张图片 也就是其实在一开始啊 这个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呢 是还是就是哈佛大学的这个教学院呢 大多数还是传统的这种讲授式 所以说经理人在下面是吧 教授呢在上面 这种单向的传输方式和沟通方式呢 其实它更有利于的是知识的传播 但是并没有很有效的能够去提升经理人的这种管理能力 所以这个盖一呢 他也在不断的探索 在他开设的一门课程 叫做企业政策这门课上面呢 他就尝试性的邀请了15位商人 就是企业家管理者来参与到课堂当中 与传统的讲授式的方式不同的是呢 一般课程呢会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 低阶段的话呢 这个管理者啊 他会来到课堂 在现阶段他所面临到的一个决策 或者说困扰他的一个管理问题 那么第二次课堂上的话呢 那么学生经过前期的一些资料 一起来讨论 来分析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啊 这个管理者呢 再次被邀请到课堂 来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分享当时他们是怎么做的 是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创新的方式下面呢 大多数学生呢 都有很强的一种获得感 觉得这种学习和方法呢 更有利于他们去使用知识提升他们的技能 但是呢 企业家他不可能每一次都能够有时间 所以渐渐的呢 就会有一种替态的方式 就是我可能不是每一次都邀请这个管理者到我的课堂上来 但是我可以把他们所描绘的这种决策问题呢 变成一些文字材料 这样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呢 还原真实的决策场景 在这种决策场景下面呢 去运用知识 去培养自己的决策能力 或者问题分析解决的能力 那真正案例教学这样的一种方式 在哈佛商学院极大的推广开来呢 实际上是得益他的第二任院长 他的第二任院长呢 是来自于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 一位叫做这个华莱士唐汉姆的 这样的一位律师 对吧 那么他的在自己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就是使用的这种案例教学法 所以当他来到商学院以后呢 他觉得商学教育 其实和当时的这个英美法系的 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 要求律师所达到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呢 是很接近的 所以他就决定了在这个哈佛商学院呢 比较全面的开始来尝试和推进案例教学 这个时候呢也比较凑巧 就是华莱士唐汉姆呢 获得了一笔这个5000美元的 这样的资助 所以他就邀请他的一位同事 这个来开发案例 来做案例的研究 所以这样一步一步呢 这个哈佛商学院的这个案例教育法呢 就被正式的确立起来 而且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现在能够看到的哈佛的第一个案例呢 是1921年比特教授写的关于通用鞋业公司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发生在当时的波士顿 波士顿呢当时有很多这种鞋场 那么这个案例呢虽然只有一页子 今天你仍然可以在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贝克图书馆 能够看到这个案例的这样的一个影音本 那这个案例呢其实他简单的就描述了当时贝克 当时这个通用鞋业公司遇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呢可能也不算太大 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鞋业公司啊 一般在每天中午和下午这个下班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个人吹哨子 吹哨代表着正式的下班的通知 但是在这个鞋的公司呢很多这个员工啊 他们会提早很多就离开自己的岗位 就开始去整理这个自己的这个卫生 然后准备去吃饭对吧 那么基本上呢上午和下午的话呢 就可能会要消耗掉一个多小时的这个工作时间 他们提前离岗了 那么这个现象在传统上来说呢 好像表现的不是那么严重 因为当时他的这个生产呢并不是很饱满 那么到了案例发生的那一年的话呢 这个通用鞋业公司啊 接到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那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员工的生产效率 和这个生产时间呢 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订单按时的完成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提前下班的这样的 或者提前离岗的这个问题 就成为了当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这一页子呢 大概就描绘了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然后呢把它拥有到这个课堂中的讨论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案例教学啊 它可能是从简在一步一步的变得更加的复杂 这个讨论的场景呢会变得更加的这样的综合 那么到今天呢 大概全世界的这个案例呢 有80%的案例 是来自于哈佛商区院的老师们撰写的案例 每年的话呢 哈佛商区院的这个案例呢 大概会更新350度 老师在进入企业 到撰写 到最终的这个上线呢 如果比较时间比较集中的话呢 大概是平均六周的时间 完成这样的一个周期 所以这个是哈佛的案例 它的教学法的一个简单的由来 以及它目前在出版过程中的一些情况 具体的最新的数据 待会这个应总监呢 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有老师有疑问的话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我想结合这个案例教学法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案例教学在我们老师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当中 怎么去运用 或者说有机的结合 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学呢 我们说这个实际上啊 我归纳总结了20个字 这20个字是我这么多年在阅读哈佛的案例教学 包括两次到哈佛商区院去系统的学习 案例教学法总结的几个字 第一个呢我觉得案例教学啊 它首先是问题导向的 也就是每一堂课 老师带来的一个案例 它基本上是基于某一个实际的管理问题 撰写而成的 所以更多的时候呢 在课堂上 老师和同学们的这种讨论过程呢 就是要发现界定问题 然后分析数据 最后呢得出一个方向性的决策或者选择 所以它首先是一个问题导向的 它不是知识传输类的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 第二的话呢就是参与思想 这里思想其实是一个过程 就是每一位同学在课堂上的发言 都被鼓励 而且呢都被尊重 所以说 其实案例教学更多的时候 并不是老师去讲授某个案例 而是更多的时候呢 老师在课堂上 他是一种引导的这样的一种身份 能够激发整个课堂的讨论的氛围 每个人呢都分享他的一些思想 第三个呢是学为中心 就是学生是整个案例教学的中心 那学生要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呢 起到主导的一个准备 这就要求学生有更多的时间 在课前来对案例进行复习 来对案例进行阅读 对案例呢进行思考 所以这样充分的调动了 这个学生的求知欲或者好奇心 思维引导前面我们也提过 老师在整个过程中 他不是简单的讲授 而是更多的时候呢 通过问题的引导来帮助学生 一步一步的更加深入的思考 最后呢叫做多维并存 哈佛的案例课堂呢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开放的 这个结束 而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结束 也就是对我们很多学生来说 常年的学习 让我们觉得如果这堂课 老师在讲一个课程 或者讲一个案例 最后我要带回去标准的答案 对吧 那么在哈佛上学院呢 可能大多数课程 他都没有一个封闭式的 正确答案来给你 更多的时候是可能给你 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是一个多维思考的结局 那么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 我可能有不同的方案 当然大家通过讨论以后呢 可能会有比较明确的是 在不同的情形下 哪种方案可能更合适 所以他追求的 其实不是正确的答案 而是一种多维度的思考 所以这是案例教学 我觉得它比较重要的 几个方面的特点 那案例教学的话呢 其实对于我们现在 国内的很多老师来说 其实我首先觉得 要分清楚三个层次的问题 也就是说通过案例 运用案例进行教学 然后自己编写案例 以及我们现在开展一些 学术方面的案例型的研究 我觉得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目前在国内 我觉得普吉特比较好的呢 或者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呢 可能是研究和编写 为什么呢 因为研究它能够出来 直接的绩效指标 来满足我们老师的职业生涯发展 而这个案例的编写呢 在很多年推广以来 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库 都推出了相应的这种奖项 所以使得老师在编写案例的过程中呢 他可能也能够获得某种反馈 那我觉得比较薄弱的 或者说现在按照这个三者的逻辑 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方式是老师很会做研究 那他也在用案例做研究 那么从研究的这个角度 他如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 能够进入他的课堂 让研究成果进课堂 那么从案例研究 到转化成教学案例 到在课堂上讲授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觉得可能是对大多数老师 可能比较容易上手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从教学开始 对吧 我觉得教学和编写的话 它的逻辑应该是 先让老师更多的去用 案例去教 可以是别人的案例 也可以是你自己 整理的这些材料 先了解案例教学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 教学设计 是提供给学生 什么样的一种教学体验 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 你去写案例 那么写出的案例 它才可能是一种 真正能够用到课堂上 讨论的案例 所以我想对大多数老师来说 可能更加能够接受的 更加容易上手的 是首先进行案例教学 把案例教学的这个流程 把案例教学的设计 都熟悉了以后 可以尝试着 不再使用别人书写的案例 而是自己呢 想办法去调研一些企业 编写一些案例 这样的话呢 可能使用起来 会更加得心应手 而当你教学 编写 案例过后 你会发现 自己对问题的认知 它的深度 它的层次 它的维度 会更加的提升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尝试 使用案例的方法 来展开一些研究 我觉得呢 案例教学 案例这个素材 或者是这种体系 是最有利于高校的老师 特别是商学院的老师 来打通 这个教学 科研和服务社会的 后面我还会 针对这个呢 来讲一些这个个案 所以这是三个层次 案例教学 案例编写 以及使用案例来进行研究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一个层次感 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先后顺序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当老师开始考虑采用 案例教学这种方法的时候 实际上他可能会首先要 这个和传统 自己已经比较熟悉的讲授方式呢 进行一个比较 或者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其实我们很多高校的老师啊 从读完博士毕业以后 就直接走上了这个老师的岗位 很多时候呢 老师并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教学的辅导 所以这个讲授士可能是他从读书以来 接触更多的一种方式 那讲授士呢 他有他的优势和这个运用场景 对吧 一般讲授士的话呢 更多的时候是老师单向的一种传输 单向的一种表达 他更多的是适用于这个知识的传授 所以更多的时候呢 他是比较严格的概念化 往往在讲授的过程中呢 他可能是没有太多的场景和太多的铺垫的 那么讲授士的方式呢 其实对硬科学是非常合适的 什么叫硬科学呢 比如说工程啊 物理啊 数学啊 这种理工科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的传输 因为他呢 大多数时候是没有情景因素的影响的 比如说我们在数学当中学到勾股定理 是吧 A的平方加B的平方等于C的平方 那么这个公式 这种关系 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 还是在日本 放到哪个场景下面 他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其实像这种知识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传统的讲授士的方式呢 他更多的时候效率会很高 效率会很高 那么案例式的方 这个方法的话呢 其实对于我们商学来说 对于社科科学 对于软科学来说 其实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这个管理知识呢 它是讲究全变的 讲究情境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对人的管理 对人的激励 可能在教材上 他会告诉你十条 可以用金钱激励 可以用发展激励 可以用这个成长激励 等等有很多 这种激励因素 或者保健因素 这种很多种方法 去加强对人的这样的一种激励 但是你会发现 你的有一个员工啊 他可能在工作当中 好像用尽了各种 人力资源交付的方法 他好像都没有效 因为在管理学当中 他可能会有N加1的情景 就是你讨论了N种可能 但是他可能是N加1 反正说他可能是个富二代 他的这个个人的财务自由 可能已经解决了 所以工作对他来说呢 可能更多的时候 是一种兴趣 或者说能够发挥他的所长的 这样的一种尝试 所以传统的那种激励方式呢 可能对他都不奏效 所以我们可能是第N加1种 对吧 第N加1种 在他的岗位上 让他实现他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所以软科学很多时候 它是会需要全变的 那么你光记住这种知识 他很多时候 还是不能够转化为他的能力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讨论的这种问题呢 往往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它是会有冲突的 它会是有矛盾的 它是会有这种全变的 是吧 所以案例教学方法 它更适合于情景 适合于灵活的这种探讨 同时在案例讨论过程中呢 不是老师单向的去表达和传输 更多的时候是老师和同学 同学和同学 这样的多方的互动和沟通 对话 所以举个例子 我们之前也有老师讲过 就是说实际上 它有点类似于这种西方的法律体系 和中国的法律体系 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是属于大陆法系 对吧 那如果有些老师或者同学 考过律师证的话 你会发现中国的法律 它是有法律条文的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面 它大概是判什么罪 然后它的这个刑期是多少 基本上我们通过法律条文呢 就基本上能够了解一个大概 但是英美的法系呢 它是没有法律条文的 大家看到的很多这种英美的这种剧集 包括这个以前我们看到这个港剧 对吧 因为以前的香港 它是参照英美法系 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 叫做陪审团 那么英美法系 它在判案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通过判例 这也是为什么英美法系的这种培育和教育体系 更多的是用判例法来进行教学 它更多的是分析判断 这样一种能力的培养 所以案例教学呢 它是比较适合于让科学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法的 但是我们要明确 并不是说案例教学更好 或者传统教学更好 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呢 我们讲传统教学和案例教学 它和你教授的课程 和你教授的知识点 和你学科的特点 包括你老师的这个能力 都有相关性 所以各有所长 各有所长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想很多老师在做案例教学的时候 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其实案例教学呢 它是有一个非常 发展这么多年以后 有一个非常丰富的 或者说制成体系的一个支撑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推行案例教学 不仅仅是老师要学习 这种教学的方法 要善于课堂的管理 或者善于课堂的引导等等 也需要课前扎实的准备 包括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那么其实在 案例教学方法的这个实施过程中 它还需要学生也准备好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我们讲有的时候 也会邀请一些企业家 来到我们的课堂 来分享他们这个最鲜活的 最新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所以在人的这方面需要做准备 那么同样在相应的材料方面 比如说你的这个 如何去构造有效的 这个相互沟通交流的 这样的一种氛围 如何去准备我们的案例素材 在硬件设施方面 教室要怎么样的去一个安排 会更有利于这种讨论 然后的话 还有一些什么辅助的设备 对吧 在这个方法上面 我们教学的方法 我们编写的方法 同时你要辅助我们的学生 能够掌握学习的方法 所以案例教学的话呢 它不是一天两天 这个推动 就能够马上看到效果的 但是的话呢 我们如果持续的去坚持 形成这样一种体系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 学生老师 还有这个企业 都会从中获益 所以我们可以从 这个简单的开始 一步一步的去 去体会它给我们带来的 这样的一种 优点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教学过程中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些年 我也走过了很多的高校 和很多的老师讨论过 其实一个教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普及 其实很多时候和整个学院 整个学校的这种组织环境和氛围 非常有关联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我们很多学校现在越来越开始重视案例教学 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购买相应的这些资源 但是真正的话 我觉得最需要确认的是最后一条 就是你能不能够承认教学和案例的开发 它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贡献 能够把它和老师的职业生涯发展能够关联起来 只有这样的话呢 一个学校他推动这个案例教学呢 他才有一个基石 他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就结合这个讲授式和案例式 在我实施这个案例教学过程中的 一些小的一些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待会的话呢 大家老师还可以根据自己在教学过程中 或者说的一些疑问 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沟通一下 首先就是案例的讨论空间 因为案例的教学的话呢 它其实有相当一个大的部分 这样学生在平时进行讨论 那么这个时候讨论的空间 或者讨论的氛围就很重要 那么哈佛商学院的这个教学楼当中 你会发现他们比较科学的 利用了楼梯间的这个空余地带 是吧 把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相对封闭 相对安静的讨论场合 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 越来越多的高校 也在夺手建设的这样的一些空间 是吧 如何有效的利用这些空间 它实际上是案例教学的一个 辅助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会发现哈佛商学院的这个教室 它会有很多块黑板 这个是我们很多老师 在去哈佛大学进行交流的时候 可能不太理解的 是吧 那么现在有这种投影 有这种非常丰富的多媒体的 这样的一些设备 为什么我们还要传统的这种黑板 其实你仔细看的话 在哈佛的教室当中 包括它最新的这个 安利教学大楼 你都会发现 基本上是保持这种结构 那么它有多少块黑板呢 在这里大家所看到的 正前方 一共有九块黑板 对吧 因为两块黑板 下面还有一块黑板 而且教室的左右呢 还有两块黑板 所以一共有十一块黑板 那么黑板 为什么对案例教学这么重要 其实我们有些老师 开始写案例 你就会发现在案例的 撰写过程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叫做版书计划 版书计划 不是这个做做样子 看一看的 而是它蕴含着很多 非常丰富的 对教学流程的安排 对教学环节的安排 包括你的教学的逻辑的安排 所以一个老师走进教室 一根粉笔 然后在黑板上 一块黑板 一块黑板的 这样的去书写 边提问边书写 把学生的一些 关键的观点 或者关键词写在黑板上 实际上也是帮助同学 层层深入 来进行问题分析的 这个过程 而且我发现 我们在使用版书的过程当中 其实学生有的时候 他更愿意动手写一写 记一记 他的思路就会跟着你来 所以在案例分析的课堂 是很少有同学在玩手机的 因为他发现 稍微走一下神 很多时候 他的这个逻辑就会断 对吧 所以他更有利于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帮助学生抬起头来 还有教室 就是你看看 相比这个哈佛的教室 我们的教室 可能这个布局方面 就会有一些不同 对吧 或者会有一些差异 这个就需要呢 我们结合自己的特点 去想一些办法 去克服这些 条件的这种缺失 比如说 左边的这张图片 他有投影 但是呢 他没有黑板 所以这个时候 案例教学 更多的是一种 失踪的互动 如果单纯使用PPT 来做演示的话 他就会牺牲掉 这种互动的效果 那么在第二个教室的话呢 他有黑板 对吧 但是呢 他的这种教室 和第一个教室 有点类似 就是长条型的教室 那么长条型的教室的话呢 老师 如果站在讲台上 来版书的话 他其实就没有 太多的时间往下走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后排的同学 他和老师的互动的 这种感觉 就会比较差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很多这种教室 包括这种教室 你看看这种教室呢 又是梯形的 然后呢 教室也有这个黑板 也有投影 对吧 好像这个空间也比较大 但是这种教室 在做案例教学的时候呢 你可能也要关注 它的环境的特点 第一个呢 是教室太大 教室太大以后的话呢 学生的这个 注意力就很容易分散 而且有的时候 这种大教室学生 也不一定坐得很满 是吧 所以东边坐两个 西边坐两个 稀稀拉拉的 整个的这个 氛围就不是那么好 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这个讲台上 它有一个这个 领导桌 是吧 所以说老师在上面写的话呢 每次写的话 他如果要下面来 跟同学交流互动的话呢 他就需要绕开这个领导台 领导的讲座 这样的话呢 这样就使得 他的这个线路被阻隔 所以如果这种教室要去做 案例教学的话呢 一般我们提倡老师 把学生集中在前面四排 相对急增的就坐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把这个领导台上面的 这个桌子 椅子要把它撤掉 这样的话 就会更加还原成 我们的这个硬件条件 其实硬件条件 对于案例教学来说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它其实是 让人拥有这样的一种 叫做分享的 这样的一种欲望 是吧 或者分享的 这样的一种 主观集中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大多数国内的 这个教室 它都缺黑板 所以一路上来呢 我对于这种 没有黑板的教室呢 怎么去做案例教学呢 我也进行过 很多这种研究和探讨 所以这是1.0到4.0版本 那最开始的话 我想到一个笨办法 既然没有黑板的话呢 那么我就在墙上贴 白色的海豹字 大家看到 左边有个白板 但是因为它比较小 对吧 所以说你写的 这个案例的分析 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你写完以后 你一擦 其实整个案例的 这个整体感就没有了 所以贴这种海豹字的作用 是让你从案例讨论的开始 到案例的结束 整个的推导过程 都在这个黑板上呈现 这样的话呢 让学生会在最后课堂 结束的时候 它有一种整体的感觉 系统的感觉 同时也有比较完整的获得感 是吧 那么后来升级 到这种投影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每一张纸 写上东西 然后边写边投影的这种方式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一张纸 实际上就是一块黑板 那么相当于我的板数设计 最后可能写了三张纸 四张纸 最后在下课之前呢 再把每张纸 给大家呈现一下 这也是一种替代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呢 它就会使得你这老师呢 基本上不太能够离开讲坛 所以我就采用了第三种 叫做无线的白板笔 是吧 那这种方式的话呢 你就可以手拿着这个白板笔啊 下台边操作啊 既有板书 又有与同学的互动 当然现在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电脑的 这种手写笔 来完成这个多块黑板交换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很多老师 不太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用黑板 实际上黑板 就是把学生与学生互动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把它记录下来 而不是用传统的PPT 对吧 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 就是你会发现 哈佛商学院的这个 课桌的设计啊 它有前面有个凹槽 这个凹槽的话呢 把每位同学的这个姓名牌 把它放在了前面 这个在我们现在的教室当中呢 很多时候也缺乏这种条件 所以我们老师呢 其实有的时候 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在哈佛的安理教学方 方法过程中呢 他们也觉得会阻碍 这个老师的教学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 某个人的名字 其实你在点他的时候 比如说左边 这个第二排 左边第二位同学 你讲一讲你的观点 这个其实就沟通起来 就会发生一些这个障碍 对吧 所以你比如说 说某某同学 请你讲一讲你的想法 那么这个时候同学 他有时候会觉得 老师能够点出我的名字 对吧 他有这种亲切感 有这种互动 那么实际上大家看到啊 左边的就是 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教室 每个同学在一开学 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位置 然后就相对固定下来 那么助教的话呢 会把这个同学的选择 拍张一层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 这个座位布局图 座位布局图 你看到没有 那么助教的话 他就会把每一位同学的照片 他的姓名 有的甚至他来自于哪个企业 他做的是什么岗位 都反馈给老师 因为哈佛商学院 他更多的是教授案例呢 他的主要对象是 这些已经毕业了的 就是我们国内现在的MBA居度 所以他都有自己的职业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 第一个是让老师更多的熟悉 他学生的情况 比如说今天我可能要讨论一个 可口可乐的案例 很有可能 可口可乐公司的 原来做营销的那个人 就是你班上的一个学生 对吧 那你讲的这个案例呢 可能是五年以前的一个案例 那么对于这个他来说 他会觉得你这个案例过旧 有的时候呢 这些学生就会跳出来 来显示出他对这个案例的了解 或者他对他公司的了解 所以如果老师不具备这样的信息 临时被这样的学生来跳出来 来给你质疑 来给你提问 有的时候就会比较被动 所以这种信息的收集 他就有可能老师呢 进行提前的教学设计 比如说你就很有可能 就直接把这个学生点出来 某某同学 我知道呢 你以前在这个可口可乐 当任着营销总监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那么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在可口可乐 在营销工作当中 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你们大概会怎么样去安排 你们的营销计划 这样的话呢 首先让他把他所了解的能够讲出来 这样能够帮助同学们了解 这个案例的背景 对吧 同时的话呢 因为他已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沟通了 他会更加容易 来作为你的一个助手的身份 来参与到你的案例课堂当中 而不会成为一个刺头 所以案例教学的话呢 他就会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贴心的小安排 所以当我们不能够有这种桌椅 能够实现的这种卡槽的这种布置以后 那么我们就想很多办法 比如说这种名字的卡片 但是这种名字的卡片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的教室往往是没有梯度的 是吧 所以当你摆上这个名牌 然后的话同学们一落座的话 基本上就怎么办呢 就看不到这个名牌了 所以我就采取了第二种替代的方案 就是仿照哈佛的做法 就是第一次课你做下来以后 然后我就会发一个 这个左边下面这张图这样的一个表格 你大概坐在哪个地方 你就按照这个座位把你的名字给签上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同学 其实他第一次坐在哪个地方 就证明他喜欢那个位置 所以基本上他这个学习会保持不动 那你做完这个以后的话呢 你就怎么样让这个学生 下一次还坐这个座位呢 你又说我们的这个签到 以后就按照这个座位表来签到 对吧 所以你坐到哪个位置 那你我一眼看下去 我就知道你到没到 所以这样的话呢 学生就会比较自觉的 做到他自己第一次做的位置上面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对照这个表 比较轻松的叫出学生的名字 当然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培训呢 可能会用这个右边这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不干胶 对吧 把它做成这种名牌的方式 贴在自己的胸口 这样的话呢 哪怕他坐着也不会遮住他的名字 还有一种呢 就是用这种姓名的这种小名牌 对吧 画在自己的胸口 这些都是替代方案 不要看这些都是好像一些小的教学技巧 但是他呢 有利于你更好的去掌控案例的课堂 那么很多老师就会问 他说为什么这个哈佛的学生会这么主动自发 去完成案例的阅读和准备 其实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因为我们很多老师在做案例教学的时候 他有一个最大的困惑 或者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学生在课前 他不会去阅读案例 这个到上课的时候的话 老师就会比较被动 因为你会发现你问什么问题 下面都没有反馈 没有回馈 对吧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哈佛商学院 它有一个体系的设计 也就是学生的成绩 它是有两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个部分是课堂发言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他课后的这个案例研究报告的部分 所以不管你课后的案例报告写得再精彩 如果你在课堂当中没有积极的发言 没有有贡献的发言 那么其实你的这个学分呢 也会遭到很重要的影响 那么我问过哈佛的一些老师 他们有的时候把这个课堂的这个分数 把它增加到了五五开 就是50%靠你课堂的发言 50%靠你的什么 靠你的这个案例分析报告 所以这样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方式 比如说不看案例怎么办 那我可以通过一些软件 来区分出这个学生有没有看案例 比如说很多老师在使用语课堂 有些老师在使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互动软件 其实呢你可以在每次案例课的时候 特别是前面两次案例课的时候 采取一个方法 你通过这个案例编写几个选择题 对吧 或者填空题 然后呢在开始的时候跟学生互动一下 对吧 比如说这个案例的主角是谁啊 他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你时时就可以了解到这个 大家回答的这个情况 你就知道这个案例他读了 多长时间有没有读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有些小组 这个进行课间讨论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那些没有读案例的同学分在一组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不会影响其他同学在讨论案例 他可能那一组的同学就都在补充看案例 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么在课堂发言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中国的这种沟通文化 很多时候是不太愿意主动发言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采取一些方法和一些道具 来提升他们发言的这种积极性 那么这里我有一个做法 就是我如何计算这个同学们的平时贡献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一般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些 这个小的道具 比如说这个筹码 那这个筹码怎么用呢 比如说这个国外的老师 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是有助教的 所以说每个同学发言了 他的发言情况怎么样 都有助教给他记录下来 但是我们中国的课堂 很多时候没有这个配置 对吧 所以用这个筹码的形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同学们举手发言的时候 那我判断你的平时一个问题 是给两分给三分还是给五分 那我根据这个筹码 我就把平时成绩的这个分给打了 那么下课的时候呢 他就拿着这个筹码过来登记我的什么 登记我的这样的一个平时成绩的得分 那么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个小红花来激励大家的 表现得更好 那么实际在你在课堂上 用一些这样简单的游戏化的工具 能够让同学们有更积极的发言 所以最开始他觉得我不太在乎 我在乎这个干嘛呢 后来发现当大家都在举手都在发言 那个分数在往上涨 而自己还是零分的时候 他一个方面他有面子上挂不住 他也会参与进来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他平时成绩有50分 如果你不回答的话 到时候你就是做满了两天的课 你也急不了格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这些方法都能够有助于我们的同学去参与 好这里我先暂时不讲 那另外一个叫做三方互动 其实这个案例教学呢 它是实现老师学生和企业的三方互动 是吧 它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体系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老师 你可以运用我们这个哈佛 这个Apps Code提供的这种成熟的案例 但是对于有些老师来说呢 他可能学校展示还没有购买 对吧 所以你暂时的话可能还不能够这个叫做尊重版权的来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呢 就暂时呢 先不要用 因为我们还是要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对案例不熟悉 比如说这个哈佛的案例它太长 你暂时觉得你还把控不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运用一些这个杂志 公开出版物的一些这样的一些 可供使用的来来作为你的这个案例的设计 比如说用叶子的案例 这个可以用一些新闻报道等等来作为一个替代 但是的话呢随着你的这个运用你会发现 哈佛的案例它就有它的系统性和它的这个好处 因为它的质量会更高是吧 而且你可以直接从我们的课堂上感受到这个全国顶尖的商学院 他们所使用的最新的案例素材 当然除了这个指质案例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把一些企业家请进来 或者带着学生走出去 对吧 这都是我们很多老师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结合我们的案例 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一些这样的多种形式的安排 学生就会比较欢迎 所以这个学期我们再给市场营销的这个学生讲 这个案例教学的时候 AMBA的时候 那我们就联系了当地的这个宜家 因为我们准备用到宜家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首先把这个案例让同学读 然后带他到现场去看 然后再和企业家进行互动 再结合我们的知识点具分享 那么这样的话呢 学生的获得感就特别强 然后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需要使用集体的智慧 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这个哈佛商学院出版集团的这个支持下面 我们之前在瑞幸咖啡这个事件爆发以后 我们也是利用了这个哈佛上面的这个案例 来组织不同学校的老师进行跨校备课 集体备课的这样一种尝试 大家觉得的话呢 通过这种共创的这种方式 大家对案例的这个认知会更加深刻 是吧 有来自于财务的老师 有来自于运营的老师 有来自于营销的老师 就这样我们把一个案例就从多个角度 把它给这个准备的更加充分和更加的活跃了 对吧 这个课堂 这个集体备课呢 我们以后还会来做啊 之后的话 我再跟大家讲 如果大家想这个参与的话我们怎么去参与 还有的话呢 我们有三重角色 对吧 因为其实讲到这个案例啊 要如何让老师都动起来 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尊重现实 现实的情况就是老师在一个学校当中 他不只有教学这样的一个对他的要求 实际上我们现在学校的老师更多的时候会从教学 科研和服务社会 还有三重角色啊 或者有三个方面的这种考核 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用案例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能够把这三者有机的切合起来 那么前些年呢 我做过一些探索啊 所以说我结合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老师如何从案例的这一个方法 我们能够从三方面来受益 那么我举我写的一个案例啊 那么这个案例呢 实际上是滴滴打车的案例 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 滴滴呢 这个在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 其实他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之前的话呢 我应该说是2005年开始使用案例教学 然后的话刚开始的话呢 是使用自己的一些收集的一些案例 然后呢 使用其他的一些案例啊 因为一直没有购买这个 哈佛和App School的这个资源 对吧 那么最近的话呢 在我们的努力下啊 学校终于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些经费 来支持我们做这方面的建设 所以我们呢 既购买了App School的这个资源 也购买了这个哈佛商学院的这个资源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个大大方方的来使用这个案例了 对吧 那么在我持续的进行案例教学 和案例编写的过程中呢 我当时就下定一个目标啊 我说既然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库是最终中的 哈佛商学院在这个方面做了多年的研究 是吧 那么我有没有可能写一个案例 把它投到哈佛案例库当中去 对吧 所以当时呢 当滴滴打车这个案例出来以后啊 我就跟踪了几年 好几年时间 然后的话呢 最终呢 把这个案例呢 就投到了这个哈佛商学院 就被哈佛商学院的这个出版社收录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可能花了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去做企业的资源收集和反弹 那么如果我只是进行教学的话 这显然的话呢 这个材料给浪费了 所以后来的话呢 我就申请了一个在线的精品课程 叫做互联网加时代的颠覆与创新 那么这本课呢 就把这个共享经济当中的很多案例 包括我研究的互联网的案例呢 就全部把它用到了这个课程当中 那么他也获得了国家的在线精品课程 那么把这本课程讲完以后 那我之前准备的这个资料 还有没有变成我的这个科研成果呢 然后我就把这个备课的所有的资料 就形成一本书 变成了一本案例集出版 所以这个也是学校所认可的 这种教材的编写 或者说研究的这个成果 对吧 所以这是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一条线走下来 那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那么到了2018年 那么我根据这个对滴滴的研究 对共享经济的这个研究 我就申请了一个国家自科项目 所以这样从教学到案例的编写 再到这个申请课题 然后这个课题有相应的成果 比如说我上面举了这篇文章 和下面的两个这个案例啊 都是这个学生的作品啊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我又能够培养学生 因为在研究生啊 在这些学生看来 他们觉得到企业去调研 去根据这些调研去撰写案例的话 他的获得感很强 所以右边的这篇文章 是一篇二区的论文啊 二区的论文 那这篇论文的话呢 是我的一个硕士研究生 他写的 他就回顾了滴滴的发展 在中国的发展 然后遇到了哪些政策上的 这样的一些挑战 对吧 然后面对这些政策方面的约束 他们是怎么去破局的 这样苏联完以后呢 投稿很快就录用了 因为当时这个共享经济 在国际上也比较热 成为一个热点的研究问题 所以这样来你会发现 其实通过案例研究 就可以从你的教学出发 再到编写案例 从编写案例到为研究课题 从研究课题到论文发表 其实都是可以跑得通的 所以只要你有这种兴趣 持续的努力 其实它是可以兼顾一个老师的 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 传统的这种教学 其实你很难上升到课题研究 因为你距离这个企业 可能会比较远 那么我的所有的国家课题 其实都是源自于 我对企业的研究 发现了企业面临的一些 最新的管理问题 然后再把它提炼到 这个科学研究问题 是吧 就很好拿课题 而且这些新鲜的这些东西 你发生了什么 对吧 到底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那么这种案例型的 这种研究又有它的 这个独到的优点 而这些研究 或者说这些对案例企业的访谈 那么对你的教学的这种 生动性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把它打通了 是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有些东西我可能讲的 相对快一点点 所以希望在随后的时间 如果老师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 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 好吧 我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请老师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 那么这个是我的个人的微信 就是前面我讲过 我们有集体备课 对吧 我们成立了一个微信群 但是的话 这个群已经超过200人了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 直接扫码进去 我之后通过今天的交流 大家还想讨论这个案例教学的 大家可以扫码加我 我之后把大家拿到群里面 当然更希望现在能够面对面 跟大家进行一下交流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朱教授 这么详细跟亲批的一个演讲 那因为人数也比较多了 就是各位老师 如果问题的话 就麻烦利用那个聊天窗口的部分 留下您的问题 因为怕会有太多的声音的一个干扰 那朱教授其实也给了我蛮多的一些提问 那在各位老师提问之前 我想要先简教一下朱教授 就是一般我们理解好像这种案例教学 大部分在国内应该会是被利用在这个MBA的课程当中 那您的经验有没有 比如说 其实坦白说像在本科生或者是非MBA的一些课程上 其实也可以做这个教授 那次动点会有什么不同吗 您的经验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呢 好的 谢谢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呢 这个哈佛的案例啊 它的这个总类是很多的 然后应用层次呢 也是多元的 如果大家登录到这个哈佛的库 或者AppSchool的库啊 你是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哈佛的案例呢 它有针对于本科教学的案例 也有针对于这个传统的MBA的教育 实际上在多年的使用当中的话呢 MBA EMBA EDP 包括本科我都有运用 只不过在用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因为本科生他没有太多的管理实践 所以说这个案例的安排呢 最好是有一定的知识作为铺垫 然后再去跟他分享案例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能会知道 就是在实际的管理当中 和我的这个知识点是怎么样去对接的 那么在MBA的教育当中呢 我更喜欢呢 上来首先是案例 让他能够形成一种碰撞 一种这种快感 对吧 就是说其实很多MBA 他周末来的话呢 他是非常的疲劳的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中国的这个MBA教育 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上班 星期六星期天 他还做两天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上来就讲知识点的话呢 有时候他很难进入状态 但是我首先 如果就让他来讨论这个案例的话呢 他会很 就是很积极的参与 会忘记那种听课的疲劳 但是讨论完这个案例以后呢 我再去跟他讲点知识点 他又会觉得 在这个案例的这种实操的 这种运用方面 我再去总结一些规律性的 这个叫做逻辑性的东西 他又会感觉到进一步的一种获得感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不同层次的这种教学运用当中 一个是要考虑到这个案例的复杂度 对吧 相对来说 有管理经验的学生 你会可以给他一个 管理角色复杂度更高的问题 那相对他的这个 层次管理经验不足的 你可以给他一个相对简短一些的问题 然后根据不同的层面的话 包括案例的个数等等 这些方面都可以做一些恰当的安排 这个可以在大家的教学过程中 一步一步的去根据自己的节奏 和学生的节奏去调整 控制 好的 那我们在准备市场上 老师也陆续提问了 那有些问题 似乎是跟Apps有关 这个我们待会再提 就是针对老师您报告的内容 有老师提到就是说 那案例教学当中这个版书 有没有什么特别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好的 就是在哈佛的教室当中有11块黑板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呢 我们在看这个哈佛的案例教学设计过程中 往往是4到6块黑板的设计 也就是说哈佛的案例教学 往往是80分钟一个单元 我们很多老师在有的时候 在一些会议上面跟我交流 他说周老师 他说我们也在进行案例教学 我说那很好呀 我说你们的教学大概是怎么样的安排呢 很多老师说就是说我让这个同学们去看 看完以后呢 让他们小手讨论 做PPT上台讲 然后呢我再点评一下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老师在课堂上呢 他更多的是点评 他不是引导 而同学们在课堂上呢 他更多的是已经有准备的 这样一种单方向的呈现 那这种方式呢 也是我们经常用到一种方式 但他这个不是真正的案例教学 真正的案例教学是什么 真正的案例教学是老师通过提问 来引导大家一步步的思考 所以版书起到的是个什么作用呢 实际上是个聚焦的作用 比如说我一块版书 它所聚焦的是某一个问题 那当我把这块黑板写完 然后我移到一块新的黑板 实际上是代表着前面那个问题 我已经讨论完了 下面咱们讨论第二个问题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版书设计啊 实际上是和整个你的80分钟的设计 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个哈佛案例的 这个教师手册上面 它会有分配几个不同的问题 然后每个问题 大概多少分钟 多少分钟 这个实际上就是和版书设计 是切合起来的 那版书更多的是留下这个什么 留下一些框架性的思考结构 比如说关于这个事情的流程 包括这个事物的分类 包括这个优先的排序 包括它的比较等等 也就是说黑板上留下的东西 它实际上是反映你整体的 一个逻辑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把所有学生说的东西 全部记录下来 它是有侧重的 对吧 当然我们在做版书的时候 你可以把学生的一些回答的 这样的关键词记录下来 第一个当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把它记录下来 学生会觉得自己的观点 受到了这个重用 或是受到了尊重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它实际上也反映了 同一个问题 不同人的思考角度 和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多样性 所以版书相比PPT 它的优势就在这边 而我们在做版书设计的时候 就是看上去 好像老师是无心的记录 但实际上每一块黑板 左右上下的分配 其实都有详细的计划的 所以这就是我先有计划 再去版书 看上去好像是无意之作 但实际上都是有计划的行为 所以版书是一个重要的技巧 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能在线下或者线上 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版书的设计 这个方面的这个知识 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 这个老师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这个了解 今天就是因为时间比较短了 那其实老师有提到就是说 也请可能想请这个朱教授分享一下 请您具体谈一下您这篇就是发表这篇文章的一个心得 跟就是说您在撰写教学案例 这些有哪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不过应该这个我觉得您应该可以分享很多 对吧 就是这样的问题 有计划应该蛮多的经验 你要不要简短就大概也回应老师的这个问题呢 好我简短的回应一下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滴滴的这个案例的研究 因为它是我从教学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研究 包括论文的发表都都跑了一遍的 所以这个是相对于说 教学编写和研究都走通了的 所以我拿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 那么首先其实因为我经常教学 所以用案例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用案例的视角去思考 这个我所看待的管理问题 对吧 所以当共享经济这个滴滴出来以后 那么当时的话 我马上就对接到了滴滴企业的资源 就去收集它的资料 然后就就思考到了这个 共享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但是共享经济这个主题呢 它太过新 所以说其实在之前可能并没有完成的理论体系 但是这个时候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或者我在思考的过程中 就要和你之前比较熟悉的这样的理论 把它对接起来 在原有的理论上再去找这个创新的边界 对吧 那么我们所熟悉到的这个滴滴的这个案例 它实际上更多的时候 我们传统能够对接上的就是平台经济 那么这个平台经济放在新兴的 这样的一个网页车的这个行业当中 它就会出现很多与传统的平台经济不同的东西 对吧 出现新的东西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你就可以把它去梳理 呈案例去用于教学 因为案例的话 它不需要你太多的理论创新 它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的运用 会多一点点 那么把它做完这个案例教学以后 你会发现还意有未尽 因为你随着对这个企业的接触 随着对它的企业的反弹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非常有差异性的 有可能有理论贡献的 比如说这个政策的约束问题 对于很多新鲜事物这种公共政策约束 确实使得企业的发展 产生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考虑到了第二个 我就跟学生说你能不能去收集一下 因为我们经常一约这个滴滴反弹 它就被不韦约谈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就无穷的 无情的拒绝了我们 说不韦的反弹更重要 所以后来我想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东西 所以就让这个学生去收集 所有的这个政策 把这个他所受到的政策的这个不同时间段 政策对他约束是哪些 然后他是怎么去应对的 然后一步步怎么样从这个政策的约束 变成政策制定部门 跟他一起去共建这个共享图形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标准等等 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研究 它是比较落地的 对吧 当然也要结合你的理论 当然你研究DD以后 你会发现其实像充电宝 像共享单车 像这些IBMB 叫IBM等等 都是共享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 那既然这个现象 这个非常多的出现 那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课题 所以这样的话 一步一步的话 你就会发现 当你深入其中 扎根进去以后 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惊喜和新的获得 所以这篇文章 我前面讲了也非常快 大概写完以后 投出去两个月就被录用了 对吧 算比较快的一篇文章 这个之后的话 有老师愿意分享的话 我们还可以在 那个后面的那个群里面来讨论 没关系 好的 然后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 您刚刚提到那个板书 在六块黑板上的一个计划 它应该是遵循 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其实我们如果开始 使用哈佛的案例的话 你会发现 每一个案例 它都有比较详细的 这个课堂提问的指引 对吧 因为其实老师在 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提问 但是我们的提问 有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去计划 我该提什么问题 而是根据学生的这个讨论过程中 你可能会追加一些问题 那哈佛的案例不一样 哈佛的案例 它的整个的这个提问的设计 实际上涵盖了整个的80分钟 所以表面上是五到六个大问题 那么实际上在五到六个大问题下面 它有很多这种叫做演艺式的 归纳式的提问 所以说其实这个板书 就是反馈这个整个的这个讨论过程的 简单的说 可能在黑板上 既会列举案例中的一些事实 也会去还原 根据这些事实 我们推导的过程 还会呈现出我们在讨论过程中 可能达到的一致的这个意见 或者观点 所以板书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几块黑板 基本上它是合理你的 案例设计有几个问题 相结合的 对吧 那么老师如果想知道 这个板书怎么设计呢 其实就是我们通过Apps Code 订阅了它的这个产品以后 或者订阅了哈佛的产品以后 我们多读几份这个教学手册 然后大家再参与一下 我们的这个集体备课 这个我们的这个应种 也是非常支持 我们的高校的老师 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 集体备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这样的话 能够让大家把这个案例 用得更好 是吧 同时的话也能够真正的去理解 我们的老师在教学设计上面 是怎么样的去 一步一步的去规划的 同时呢 也可以把一个案例呢 把它多元化 对吧 通过一个案例 能够把它交出 多个课堂的实际使用效果 甚至是我们一个案例 上线于不同的课程当中 使用不同的案例版书 来实现不同的体验 对 因为老师其实最后 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这个 在上 说在上课的时候 要先就是讨论案例嘛 但是这个应该是让学生 他提前预习理论的内容嘛 就是说 让他们先看过这些cast study 然后才有办法 去做一个比较 就是案例教学的话呢 其实 他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我前面讲过 他是一个支撑体系 这个支撑体系 不仅是要老师 要能够运用案例教学 那其实也要帮助学生 去辅导他 如何有效地进行案例学习 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 很多学生在刚开始 接受案例教学 不适应的地方 就是好像 他不像传统的老师 在讲授的过程中 会讲很多知识点 对吧 好像老师就是提问 然后引导你回答 那么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不去阅读案例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老师讲的这些 关于案例的事实 我都不知道 所以如果他不去读案例的话 他对整个案例教学的获得感 就会比较低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促成学生去读案例 并且也要让他知道 怎么去读案例 所以一般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首先我的第一篇案例分析 我就一也指 就一也指 对吧 为什么一也指呢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保证他在课堂上 就能够阅读 就是哪怕他之前不知道读 或者没有读 那我在课堂上给他五分钟 他也可以读完 而且那我就可以通过 这个五分钟的这个阅读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开始提问 你会发现他刚读完 他对这些细节也知道 所以第一个案例 他拥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我们的 我使用的第一个案例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 一个文字材料 就给他读五分钟 然后他们简单的 在课堂上交流一些意见 大概也就给他十几分钟准备时间 然后呢 我们在课堂是大概花一个小时 来详细的来解读这个案例的 那同学们发现 他看这个案例 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件 没想到老师可以花一个时间 来通过提问来跟他讨论 所以他的获得感特别强 所以在这一次课以后 再让他去读案例呢 他就觉得不读案例 他就会吃亏 他的获得感就会减弱 所以第二个案例 我们安排上的 这个是他提前去读了 一般我们就在第一次 下课结束以后 把这个四页子的案例发给他 那么经过第二次课 四页子的案例 他又发现了 他在这个案例教学当中 和传统的讲述当中的 不同的一种体验 他的不同的获得感 所以再往下走 我十页的案例 甚至更长的案例 他就会一定会主动的阅读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案例教学 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也希望大家能够 利用上我们AppSchool和哈佛的资源 然后的话呢 我们能够也形成这样的一种 这个社群 我们平时多交流一下 然后能够让大家 在案例的使用过程中呢 更加得心应手 是 因为其实当中老师是有提问到 就是说您上课的这些案例 都是跟哈佛购买的嘛 理论上其实应该都是 就是基本上 就您刚刚提到 在这个版权上的问题 其实没有就是说 所谓的一个免费获得的一个渠道 基本上是这样 那因为老师先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部分可能他们是有疑惑 就是到底AppSchool 跟这个哈佛商学 出版设计案例的关系 其实就是说 这个我想跟各位老师分享 因为AppSchool 它主要是提供这个 学术期刊的一个文献跟电子书 还有包含一些商学的 这种案例的一个平台 那目前我们是独家 跟哈佛商学出版社 有这样一个合作 所以呢 目前在平台上面 是可以提供 大约是一万两千多个 这个案例 那里面也会有像是 这个中文的案例 可以看得到 那其实中文案例 大概是有六百多个case 然后呢 可能老师也会疑惑吧 因为今天刚好这个 哈佛的这个出版社的 这个应老师也在线上 那我也帮各位老师提个问题好了 因为可能老师会比较 会比较感兴趣 就是说哈佛商学院 目前跟这个国内的高校 或者是一些科研的合作机构 有没有合作编写一些 比如说增加国内的一些企业的案例 那如果有的话 具体有跟谁合作 然后每一年大概会 大概出版多少的一些case 是中文的还是双语的 这个不晓得 应老师能不能够帮忙回应一下呢 应老师您在线上吗 我在 我简单讲一下好了 你听得见吗 现在这样 听得见 对可以 那个其实前面朱老师 已经给到了一部分的数据啊 就是我每一年呢 这个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他会自己去撰写 自己可能需要的一些案例 这个数量差不多 每一年更新是在300到400左右 那么大多数都是 以文字案例的形式出现 但是最近几年呢 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引路啊 我们也会有一些视频的案例啊 包括音频的案例出现 但相对来说 这些数量还比较少 那么在中国地区呢 其实我们哈佛商学院 在整个亚太地区 是有几个这个研究中心的 那么研究中心 它的一个主要的职能之一呢 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啊 他是会帮助到我们这个教授 去做当地的这个 就是这个田园调查 田园调查 然后完了之后呢 会帮他们去搜集 当地的有代表性的 这些行业也好 公司也好 可能可以给到教授 写案例的这些素材的 所以这个每一年研究员 当地的研究员 都会和教授做这方面的沟通 那所以就是说 几乎如果是我们的用户的话 你就能看到每年都会有新的 关于中国企业的这些案例出现 那目前呢 其实在哈佛商学院案例库里面 已经有 让我想想 应该有超过 五六百的这个案例是关于中国的企业的 就是以中国企业为背景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把我们撰写的这个英文的案例 翻译成中文 所以中文的案例 现在应该也已经有了五六百篇 那再加上我们的哈佛商业评论 这个杂志里面 它每一期都会有 这个哈佛商业评论的案例 和这个comment 就是它的解读 所以一共加起来 中文的内容 应该已经有将近九百分之多了 所以这个内容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丰富的 是的 那我再跟贵老师澄清一下 就是说一般来说 如果老师是想要就是取得 比如说每天这个个案 就是这个case study的一个分析的话 那透过比如说 像哈佛这边的一个采购 它基本上是可以做这个所谓的打印的 就是单片单片订购 Appsco目前这个平台上面 它会提供的就是说 没有人次上的一个读者限制的 一个平台 差别在这里 还有就是说 它可能只能够 就是我们可能只能够让学生 在电脑上头去看 这个是一个差别 然后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不会有这种所谓人次上的一个限制 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这个跟各位老师也大概说明一下